高雄市議員陳立貞在市議會民政部門質詢時 向研考會提出建言 陳立貞指出 對於1999的通報專線 在回報機制上要有輕重緩急區分 會可能半導民眾甚至掉落的溝渠坑洞 要盡速處理 不要因為一個小事件造成市民的大傷害 那如果機關他認為在第一次的 這個我們延展的時間內 他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他就會再展延一次 那我們的整個 因為案件數很多 所以我們比較用這種SOP的方式 來做一些管考 因為1999是給我們市民 一個最方便的一個反應的窗口 而且市府是標榜24小時全年無休 然後解決市民的一個大小問題 今年的1月到7月 你接到50萬通的一個電話處理 那到底這些問題 後續你有沒有去討論 到底他的質詢率好不好 那就像這樣一個危險的一個問題 你們是不是要儘快的又用一個 又那個輕重緩急 像這個危險性的 你一定要儘快去處理 因為現在很多坑洞 如果一跌倒的話 可能後面造成的傷害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陳立貞也提到 應應左營區的人口數 很大部分集中在商圈周邊 更凸顯出里民活動中心的設置必須性 民政局也回應 相關審議案件已經由市府團隊評估 未來將會因應需求 找尋適當地點來設置 各局處也在提出各自的需求 那我們民政局的部分包括公所 也有提出這個活動中心的一個規劃 新莊地區有福山里 蔡公里 新光里 新上里 新中里 新夏里 這六個里加起來的人口數 大概有14萬多的人口數 那目前都沒有一個真的一個活動中心 只有福山里的一個小活動中心 跟我們的立信路的一個小小的一個活動中心 那完全都沒有 那我希望說趕快把華夏路跟貞子路口 這一塊土地 它目前是一個市場跟停車用地 然後把它變更為可以蓋為活動中心 那我們這14多萬的人口 包括我們左營區的一個 我們比較西邊的那二十幾個里 包括我們人物區三民區 都可以來使用的一個活動中心 陳立正對於市府在左南區的各項公務 也提出多方建議 尤其在政策執行的效率上要加速外 針對施工品質如何做好如期如值 陳立正表示也將會持續追蹤監督 記者李嘉隆 高雄採訪報導